然后你射成X4之后 你会发现什么情况 就实际上你把它们都加起来 你把它们都加起来 加起来这就是 他们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列东西 它除了所有的A数之外 剩下的数的数量 剩下的数的数量 你现在就可以考虑一个问题了 就像今天中午我跟你讲的 它们可以是几 可以是3吗 肯定不能是3 如果是3的话 必然得有两个数挨在一块 所以最少你得是4 是不是要同理 你也可以是5 因为多加一颗没关系 可以是6 可以是7 可以是8吗 可不可以是8 那肯定不能是8 如果是8的话 你看看原本已经有5个数了 然后你需要再8个数 5加8等于13 你一个数 你这一列一共就12个 你能13个不行 所以8个就不行了 所以只有这 所以他们控制 他们这些控制中 一共只可以有这种情况 这是内部安排的第一个考虑 内部安排的第一个考虑 你这个控制一共可以塞到多少个数 一共是4 5 6 7 这三种 一共是4 5 6 7 这四种情况 然后你考虑完这个之后 你想想 如果是塞4个数的话 它可以怎么塞 就是这些控制里面 一共塞4个数 比如说我第一个控制填一颗 第二个控制填一颗 第三个控制填一颗 第四个控制填一颗 所以一种是吧 当时是4种 你这一种方式去填 那如果是5 如果这几个控制填5颗呢 我可以是第一个控填两颗 第二个控制填一颗 三颗 四颗 是吧 这也是5 我还可以第一个控制填一颗 第二个控制填两颗 然后三颗 四颗 然后我还可以第一个一 第二个一 第二个三颗 第三个是二 第四个是一 这个你怎么看 这是5 你可以觉得 判断比较好 直接就是出答案了 直接是 自己就是想一想 直接就是4 那你换成6 换成7 它就变得更麻烦了 因为这就不仅是二 这还可以变成三呢 这就可 这个问题你应该怎么想 就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就首先你应该想想 这个方程的本质是什么东西 你想 这个方程相当于什么呢 6 就是有一个东西 你需要把这个东西分成四部分 这不x1 x2 x3 x4 你需要把它分成四部分 然后这四部分加起来 这就等于6 我画个图 你就应该差不多能理解 你看 6的话 比如说我这画六个小球 现在要求你 你把这六个小球 分成四部分 四部分的加和 等于6 是不是 就看看你 你 能把它分成多少种不同的四部分 怎么回事 我可以这么分一下 这么分一下 这么分一下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下起来等于6 是吧 我还可以这么分 这么分 这么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也等于6 是吧 这一共有多少种分法 嗯 你会发现 不管你怎么分 你只能分三下 是吧 你只能画三个书架 你只能画三个书架 你有几个可以画的位置呢 12345 也就是说 你有五个可以画的位置 你需要在这五个位置中 选三个去画书架 就这么样一个问题 然后这时候 你可以用组合数了 这个 这个C表示组合数 C53的意思就是指 在五个中选三个 有几种选法 为什么是五个中选三个呢 12345 我空中选三个去查 查这个书架 看看能有几种方式 这就是 整个6的方式 要同理 你把它推广到7 7的话应该是